《歌曲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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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年,劉德華因為受傷而終止演唱會 今年終於宣布紅館演唱會消息 不止歌迷期待 看來畫仔,都好期待! 《歌曲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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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心都更激 無論世外和艱添他們 才無人鐵又在一起 今日記者會 他就罕有自己一個主持大告 他又唱又跳 還連以前演唱會的黑歷史都拿出來 他就像男人一樣 一點人都沒有發覺我入學校 另外他又和大家分享了住院期間的趣事 年二十八 洗垃圾 一班護士長都走進去 安妮 其實八十八 新年落老 你也沒理由被你看到這麼醜 你不如洗頭擦身 我說好 我說那些資深的就洗頭 那些Junior 就擦身 那些名字叫Junio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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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說演唱會放不下 唯有記招找數 演唱會放不下 唯有記招找數 其實我也很喜歡 我很多時候都希望在演唱會裡面唱 但是真的很想找一次 是唱完整首 整首唱完整首 就差不多 我想是十幾二十分鐘 有些口白 我覺得都挺有趣 但是好像夾在我們的演唱會 總是覺得每一次都格格不入 那找個機會 找個機會 找個機會 我要唱完整首 不開心我唱這首歌 不過他又說 以後演唱會 可能就會搞笑一點 因為以前 以前就 就 我的心思 花在我一個人身上 然後另外一半 然後現在又多了一個 所以 就 剛剛 剛剛 也在 今年也在 因為剛剛上小學 所以 我是覺得 放了 放了八八之後 還是需要有一點責任